人間苦空無常 願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 新子智庫的第20集 不經不覺都和大家分享了 不同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字 一些legal terms 今天阿Kim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叫做exemption course 相信大家都周不時會去買東西 會去shopping 尤其是女士 但當我們去買東西 當然有些東西很划算 可能我們還沒看清楚 看到價錢很便宜 我們就一二三就已經買了 加上sales lady 他們一直在遊說我們去買東西 我們覺得很划算 我們就去買了 那好吧 而那張receipt上面 到我們很多時候拿到回家 就發覺 喂 可能它是因為由於減價品 不准試穿 或者很多原因 就不能退回 很多時候甚至乎 有些人甚至乎會說清貨 吸引你 I big sales OK 那就會說到一件事 將單上面會吸引一個terms 就是for一出門 絕不退換 究竟這個絕不退換 是不是真的絕不退換 那當然不是 因為這個是exemption cost 即是是small pin 那他們很多時候寫著字 有些甚至乎很大寫著字 吸引了人 說明了 不准退的 減價貨品 那不會退的 那事實上呢 其實呢 我相信香港和英國 其實都是有很多東西很類似的 總共我們呢 譬如說英國那裏 就有這個soga 我們有celsor goose act OK 那還有一個 就是譬如說 這個unfaircontraturance act 也有很多這些不同的 at 香港就叫做ordnance 那早期很多東西都是考法 抄回英國的法例下去 照給 或者改一點點東西 這樣 只不過香港就會用到 那個字就叫做條例 ordnance 英國的就會用at 一個叫做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就是一個法案 那好了 那今天講的呢 就是這個 大家或者會看不看得到 那這個呢 就是exemption cost 那還有下面有個叫 exclusive cost exclusion cost 那好了 那先提那個exemption cost 基本上一般來說 買東西呢 消費者呢 都是有大概14天 這個grace period 是叫做冷靜期的 那譬如說 你看到東西是不對勁的 那樣東西是不好的 你可以拿回去去換的 那我記得 阿Kym以前在英國的時候 我真的在歐洲大了 很重視這個grace period 那那個消費者的權益是很大的 保障得很好的 那 以至到呢 有些當地人呢 譬如說可能聖誕節 他只是想去買了一件晚裝 去一個party 穿了一轉之後呢 他就丟上去 那去那間店裡 通常都是大店 那些大牌子 那樣 走回去就說 我要換這件衣服 我要退回錢 那有些呢 就會很爽快地 直接退回錢給你的 那有些呢 就可能會問你 為什麼呢 什麼原因呢 那很多時候呢 尤其是一些呢 在法律界有一些 我知道就是說 以至到呢 阿Kym以前曾經有一位教授 都是一位女士教授 那他在contract law裡面 他都叫做幾權威的 那在這個 叫做合約法裡面 那他就說了一件事 他就去了一間名店裡買一套衣服 穿了兩次 他可能不喜歡 那就拿回去換 因為那件衣服挺貴的 那他就只是跟那個 Sales lady在那裡爭辯的 法律 terms 那你知道 結果最最後當然是 我那位教授贏了 那但是其實有一點 我也覺得有一點 是 就是 幾 就是 我就未必會這樣做 但是 他就會做到一件事 他就說 因為沒有considerations 所以他就說 因為你給不到considerations 所以我的要求 換回這件衣服 那那條裙呢 還有一件事 他買了那條裙 就超過了14天 還不可以拿到這樣 就是我有一點點 我覺得是硬硬來 那但是anyway 這個是純粹是私人的一些分享 那很久 關於這個exemption course裡面 起碼是有14天的保障 即假設就算是減價貨品 他說 貨一出門 絕不退換 即使是這樣 如果你發覺那些產品 是不適用的 你也都 當然你不可以說 就是買一條底褲 你穿上去買 然後你再拿去換 那這件事都不 除非他穿到你真的 譬如說 穿到你皮膚發敏感 或者出診 或者皮膚爛了 那就是很極端的case 才是 如果一般來說 一般普通用品 你也是可以拿回去換的 即使他是減價貨品 所以說明是課一出門 絕不退換 所以你會覺得 喂 那比起做生意的那些 是不是很沒有保障 其實這個消費條例 其實是用來保障消費者 那這個exemption course裡面 就說明就是 他通常就會有些條款 就是說 這件事就不知怎樣怎樣 總之就是要 他就是 那些商人 那些商家 就用來get rid of 他們的liability 就是去避開他們的法律責任 所以他就會留意這樣的條款 而這條款 很多時候是他單方面寫的 就是他出張單 整張收據 那張收據 其實如果你想到法庭 他說 他說課一出門絕不退換而已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行程日子 有這樣的時間 走去小額前債裡面 Under 50 元 居我所知現在還是 那你真的去 去take action 要求要退款的 我相信他上到法庭 再搞幾個例子 搞一兩個月這樣 再煩多幾煩 我想他都立刻 就退回錢給你的 替我和解 那這個就是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這些所謂的exemption cost 其實是沒有用的 那好了 那下面就講到一件事 就是exclusion cause exclusion cause 有些什麼呢 這個呢 出發點就有一點點不同了 其實在英國來講 就是under這個 Unfair Contraternity Act 那裏面呢 一個合約裏面 我們有個合約精神 裏面也有一個叫做 ruarantee 叫做terms 和conditions 它將terms 和conditions 是分開來講的 有一些呢 是一些guarantine的 是保證的東西 就一定不可以breach的 不可以去違反的 但是有些地方呢 很少的東西 違反了 其實是不影響整個合約 造成一個voidable 或者可以廢除了 就不能夠的 那這個呢 譬如說買一件家電 那家電你要看一下 譬如說很簡單 如果譬如說你買一部車 那部車明明是 就是一部新車 你預期它完全沒有什麼壞的 但是有時候 撞手臣撞得不好 或者試得不好 或者mechanics查得不清楚 那到時 它有少少的瑕疵 有少少爛了 或者有少少東西 那而車 車廠那邊 又肯和你replace 即是再和你跟回好的 調整回好的 那令到你滿意 在under一個 satisfaction 的quality底下 一個滿意的情況底下 給你 那這些情況它就沒有違反的了 但是當然 如果那部車或者那樣電器 用到可以捉扭電的 或電死人的 那這些情況 就是一定用street liability 就是我們上次說的那個 就是不需要證實任何 這個證據 就足以 譬如說你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是扭電的 足以令到那位消費者是電死了的 那這種情況下 大家就不用咬了 就是這樣的 那這個exclusion cause 就是剛才我說的那部車 那些他們很多時候 因為會用這個exclusion cause 或者一些合約比較多些 譬如一個油田 或者做一些更加多 譬如說建一個電塔 又更加一些大型的 那好 這個exclusion cause 通常就是 我們會用在一些 譬如說搭電梯 又或者是一些 你買一件衣服 買一件時裝 買一件時裝 在時裝店裡面 或者是一些 買一些好 譬如說網購 那他們就會有這些 很多時候就 放在出門 絕不退換 或者怎樣 十四個工作天之後 就不能退的 那這些就是 我們所說的一些terms 那今集呢 就分享著這麼多先 謝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